在新泽西 民主党籍当选州长费尔默菲认为 他的当选是选民对川普总统直接说不 今夜新泽西向全国发出了一个明确无误的信息 我们没有这么坏 在维基尼亚 民主党人拉夫诺索姆 打败了共和党人埃德·基莱斯皮 他们的选战经常聚焦川普和他的政策 特别是移民政策 诺索姆说 维基尼亚人发出了一个讯息 这种分裂仇恨和偏见 这样的政治正在撕裂我们的国家 这不是人们所热爱的美利坚合众国 当然更不是他们所热爱的维基尼亚州 分析人士史蒂夫·皮普斯说 在两个州的选举中 都可以明显看到民主党人的激情 和对川普的专注 我们几个月来不断听到人们大谈 特谈这种左翼的能量 在今夜之前 这种能量一直没有体现出来 对民主党人来说 这一晚很重要 这实际上是对川普的那种 民族主义讯息说不 在亚洲访问的川普总统 在推特上说 吉莱斯皮在维州败选 是因为他在竞选期间 跟川普的关系保持得不够紧密 对两州投完票的选民 所进行的调查显示 对很多民主党选民来说 川普是他们投票的一个驱动因素 分析人士理查德·哈里斯说 对于面对明年国会中期选举的 共和党人来说 这不是个好兆头 我认为危险迹象是 民主党选民看起来群情振奋 很容易动员他们出来投票 特别是在摇摆州 这对民主党人有利 哈里斯说 民主党人在维基尼亚 和新泽西取得的胜利 可能给国会共和党人 带来更大的压力 注视他们努力通过税收改革 好在明年选举时 向选民拿出成绩单 如果按十分算 他们之前受到的压力 大概是9.5 眼下可能是9.9了 所以压力本来就不轻 现在更是压力山大了 在川普当选一周年之际 这场选举结果 成为主导性的话题 民主党人星期二的胜利 有可能预示川普总统 政治运道的改变 在川普上任后的多数时间里 他的民众赞成率 一直在40%左右甚至更低 这对于一位新总统来说 是历史新低 美国真记者马龙 华盛顿报道 那是一位新总统来说 那是一位新总统来说 asts Holstechn alot